不怕你抬看就怕你不看 Hello大家好我是娜姐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追女生的秘密 追女生跑去表白是下下策 是属于愚蠢的行为 通过表白去追女生 有99%都是失败的 现在1%成功的 那是因为女生刚好也很喜欢你 是走运而已 娜姐后台每天都有小伙伴来私信我的情感问题 问的最多最多的就是 跟女生表白失败了怎么办 当我问她们觉得自己为什么会失败 绝大多数男生都会跟我说 因为自己没钱不够帅 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是自己的方法错了 后来我看到她们的聊天记录 一开始和女生聊得也蛮好的 女生也会主动的去关心男生 这时候男生想好她成为男女朋友关系 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于是呢她就跑去表白了 女人挺好的 但是挺突然的 我这个人很慢热的 我还没有准备好 其实女生本来对男生是好感的 但是因为表白被拒绝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更可惜的是男生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下一次遇到喜欢的女生 她又去表白了 结果呢又失败了 几年下来 别人都谈了好几次恋爱了 自己还单着 连女生的手都没有摸过 有的男生又要来问了 不会吧 不能表白 我的兄弟都表白成功了呀 好了重点来了 别人表白成功是因为要么 女生就非常喜欢她 要么就是她俩的关系已经水到渠成了 别人的顺序是 认识聊天约会非常暧昧 表白关系确立 大多数男生表白失败 是因为他们把顺序给搞反了 有的男生只是见了几次面就跑去表白 认识聊天约会表白game over 有的男生只是隔三差五的聊天 他也跑去表白了 认识聊天表白game over 甚至还有认识没多久了 就跟女生说我喜欢你 认识表白game over 是人家能答应吗 你跟他的关系还没有到那一步 你表个白人家就许会上你吗 表白等于我喜欢你 做女朋友吧 这就好比你是一个卖汽车的 你走在路上 得到一个人就问 我好想把我的汽车卖给你 你买吧 你觉得路人会因为你很想卖给他 他就买吗 不会吧 既然这样 女生会因为你很喜欢他 他要做女朋友吗 结果呢 结果是怎样的 表白失败过来的小伙伴 请在公平上扣个1 除非什么 除非他特别特别喜欢你 所以重点来了 你要做的是先让他喜欢你 而不是跑去表白 你直接把你的底牌亮出来了 把决定权交给他 你就陷入了买方市场 接下来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被动 下面咱们就在讲讲 即使他喜欢你 他还会拒绝你的原因 第一个考核 你表白就是让他决定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你进入了考核期 就像一个求职者 唯唯诺诺的面对面试官一样 小心又谨慎 生怕自己做错什么 导致面试不通过 他会想要考验你 看看你 够不够坚持 够不够真心等等 担心他会会答应男生 男生不会真心 所以面对你的表白 他会拒绝你 第二 压力 表白会给他带来社交压力 要是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他身边的朋友知道了 就会开始起哄 议论纷纷 他会感到很大的压力 他会担心要是答应你了 别人会不会觉得他是个随便的女人 所以他还是会拒绝你 还有一部分女生他比较害羞 当你表白后他会故作矜持 所以还是会拒绝你 第四 逃避 一旦男生表白让女生做决定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做决定就是要承担责任的 女生天生就是非常纠结的生物 她们连玩家吃什么 出门穿什么衣服都要纠结半天 更别说这么重担的决定了 她们害怕自己没有考虑好 对自己不负责 所以一旦你表白 相当于逼着她去做决定 她会选择逃避 所以还是会拒绝你 最后 假设女生不喜欢你 你还跑去表白 怎么可能会答应你呢 这个就不需要分析了吧 纳姐还能怎么说你 你这个是恋人窒息的操作啊 这样的同学啊 可够了我帮她睡一趟 所以纳姐从女生的心理角度出发 分析了女生面对男生表白的各种想法 即使女生喜欢你 你也大概率会被拒绝 后还需要表白吗 有些人也不要跟我干了 我后台每天很多人私信我 10个表白9.9个失败 不信你就试试啰 再强调一点 不要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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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表白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除非说你是国场电视剧汉多了 中毒置身才会觉得我追女生要表白 你再仔细想想 那些欧名诗剧里面有表白的情节吗 今天的干货非常多啊 本来不想公开讲这些 因为有些女生还是希望男生能够跟她表白 这样的话她就可以占据上风了 而我在男生的角度 我教男生不要去踩坑 教男生提高段位 请大家多多点赞投币支持一波 纳姐争取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干货 再不行 你收藏起来以后也可以用到哦 那些情场高手有经验的男生 一般都不会去表白的 自古表白多白表 除了让自己难堪 还让女生难堪 甚至有人还怂恿别人表白 唉 真是瞎指挥啊 最后总结一下 表白是追女生的下下策 也不是说不可以表白 而是要看操作顺序和时机的掌控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思心我吧